哈囉 大家好 奇異 那麼今天就來一下One Piece Bounty Loss 那最近基本上我們會過年年間啦 所以蠻多遊戲都有一些免費的抽抽環節了 那目前來說大家最近運勢 有沒有比較好一點點呢 因為我的運勢基本上在一開始抽完這個 大海賊 白鬍子基本上應該就已經沒啥特別的運勢了喔 那今天我們來抽一下這邊的免費10抽 然後操船這邊有一個免費3抽 也就是我們之前抽到的白鬍子的單抽啦 就看一下這一次過年期間運勢有沒有比較好一點點 來了 週期 免費10抽 有夥伴 喔 黑寶箱 黑寶箱應該就沒了 然後這邊是紅旗 然後 快跑 14 好 沒了 這看起來就比較中規中取啦 不過免費抽還想要拿什麼大東西 在這款遊戲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大家就會知道為什麼當初我抽到那個單抽白鬍子的時候 我會有點小尬小尬 好不好 就通常啦 你們要第一次看到就是 我有沒有在做什麼表演就可以知道了 就是我通常就是 驚呆或是驚訝的時候 就是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怎麼會發生在我身上這樣子 就代表那是很真實的反應啦 哈哈哈哈哈 這遊戲其實說真的 算是還滿難抽的 但是他也不見得一定要抽到一些比較厲害的角色才可以玩 所以這個遊戲 為什麼我到現在還是每天都很想玩的原因是因為 他其實還是有一些可以用一些小技術 跟團隊一起努力的成分在啦 就不是真的你一個人抽到一個屌屌角色 你就可以幹嘛之類的 來個普朗機吧 一個人的背影 怎麼又是這個喬吧 拿這個喬吧很多次了 GG 好 沒有了喔 那最近基本上大家應該也在等我們 就是那個13號的那個直播 喔唷 等一下 那是什麼 怎麼有一大堆 怎麼有一大堆凱洛特啊 喔不是啦 看錯了 我想說奇怪我怎麼看到一大堆凱洛特 只是他們這個配色都很像 所以我想說我看錯了 怎麼每一個都凱洛特 我覺得旁邊是布林啦 沒事沒事 那最近大家應該也是在跟我們一樣期待 就是我們13號那個直播之後的這個東西 有點感覺就應該 蠻酷的 可以就是那個什麼 可以就是 來看一下就是有沒有更好玩的一些角色 目前大家應該都是覺得應該是黑鬍子啦 但黑鬍子的話我自己個人就是比較 沒那麼喜歡這隻角色 而且他最後還把那個白鬍子給他蹦蹦掉了 所以我就更討厭他了 所以就沒有到那麼的想要抽 那如果是其他隻的話呢 應該就可以來抽抽看或試試看了喔 但是我們到時候再看一下 今天先來排一下我們的這個 SS階級啦 那大家這個過年期間如果有抽到什麼很厲害的角色 或是你們覺得這個過年期間的運勢如何 也可以在下面分享給大家知道喔 因為我今年的這個運勢啊 應該在年初的時候就已經花光了 哈哈哈 真的太扯了 太扯了 完完全沒有想到我們居然可以抽到這個 那麼白瞳式的抽到這個 白鬍子喔 好 這場的話就有兩個這個玉田 那玉田跟我們目前來說最新出的這個 那個什麼啊 凱洛特 你們會抽嗎 你覺得利不厲害呢 你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 因為目前他們的話是我們那個 白鼠的這個角色啦 那白鼠的話基本上角色是蠻少的 所以大家都沒有辦法用一些就是白鼠的角色 來支援一下我們這個白鬍子 哇 什麼兩邊都有一堆玉田啊 什麼意思啊 全世界 哈哈哈 是太好笑了吧 這個陣型 那全世界都有玉田欸 是不是故意套好的啊 好好笑喔 真的是大家都在玩這個玉田欸 是很強是嗎 好好笑這個畫面 兩邊都是這個攻擊手玉田 兩隻都跳出來 剛好是左邊的兩隻跟右邊的兩隻欸 好酷喔 之前看到這個局面大概也只有 那個妮卡的時候吧 我在看大家是不是都還蠻喜歡玉田的啊 感覺 這還比較特別一點點 來來來來來來 哇靠 然後飛走 嗨大媽 逼個媽媽 欸 沒事欸 喔有啦 最後有事了 雷渣後這包彈飛了 我是不是那個啊 我的血量在多少以上的時候我是可以那個 好像是可以 做什麼事嗎 我 幹嘛一直弄我啦 幹嘛吃寶寫的啊 白鬍子完蛋了 我們這邊好像 沒有辦法躲掉中間啊 可是我們中間一堆人的說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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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你們快躲我去 我再遠距支援你們 完了 欸 他們剛剛一堆人都在這邊就 居然打不死這邊的什麼誰 大貓 哇操 這麼屌的是不是 還是因為這邊有妮卡 完了 欸 完全完全打不進去耶 我這邊好像沒有震好 GG 走過去被震 快快快 中間趕快拿下 欸 好難耶 中間有夠難拿下的 那我要綠牛三老鼠了各位 來了 大家都到了 啊 被打到了 飛一下飛一下 啊 我把他戳死了耶 哇 我有這麼猛喔 欸 不是啊 我們家啊 各位 我們的家啊 完了 我走不了了 不是啊 為什麼啊 哇 為什麼我們好像都沒辦法 我們人數不是都是蠻多打的嗎 應該是打不贏對面的 哇 好慘喔 完了 哇 雖然我們這邊的這個 玉田陣仗很帥氣 但我們這邊沒辦法耶 GG 總會如此 沒關係 趕快開始下一把 蛤 怎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剛剛一開始看的時候 大家都在 三個還兩個吧 在那邊打那個西點 那完全攻不下來 總會如此 希望下一場好一點 耶 好 來啦 各位 這場到我們的競技場環節啦 一樣 我們就是綠牛先開流 我覺得目前來說 我覺得綠牛的這個的話 我真的是玩的蠻開心的 尤其他又可以就是幫忙 就是先去比較遠的地方 先那個 看點 看完點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再用那個 白鬍子來鎮守 就是目前來說 哲平這個2024年的這個 主要綠鼠通關隊吧 感覺就是這樣子 我就用他 然後來做一波那個 就是 奪寶或幹嘛之類的 目前是長這個樣子 那以前的話 基本上都是用那個 都是用馬可 然後幹嘛的 現在 現在不用了 感覺現在用馬可的話 沒辦法直接強行開奪 他敢打 開奪 很爛 好 誰要來守中間啊 老哥們 我一個多貓手 我一個人守不 哦 哦 那我們妮卡 nice 好 交給你啦 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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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 好 被打死了 但沒關係 這樣的話呢 就是我們 噢 爛爛爛爛 出場的時候了 各位 好 剛好這張地圖 又可以看得很清楚 各位 然後最近有人跟我講說 就是我們這個血量啊 不一定要拉到一個 最滿 他們跟我講說 其實拉到100%好像就夠了 但是我自己都會有一個 小小的這個 堅持 就是我一定要把他拉滿 我覺得會比較 好像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哎 怎麼這麼快 他那邊怎麼這麼快就躲完了 WTF 沒事 先把他在那邊拉好 看一下海牛要不要過來了 好 海牛過來了 拉完這樣基本上大家應該就很難去那個了 很難去躲那邊了 幹嘛 大和 有了 呃 爛啦 好 在那邊正守 有要躲我們家 有要躲我們家 就是那個妮卡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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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處都是藍色的影子 我們家這邊 哇靠 WTF 完了 被麻痺爆了 中間被躲啦 各位 火速火速 趕緊的趕緊的 我中間點好像我可以直接躲 但沒事 守住了 呦呼 可以喔 好 那我們今天玩具上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一大堆免費抽抽看大家運勢如何喔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這個過年有沒有喜氣洋洋有沒有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 我真的覺得 今年啊真的是光玩白鬍子應該就夠哲平玩了好不好 真的 好好玩好好玩 然後就一起來期待一下13號的直播公佈 下一隻超傳到底會是誰